今天要去哪裡 到動物園 出發 就算以前來過了 再度拜訪 小朋友還是很興奮 引緊探頭看 這回又有什麼新發現 你會害怕嗎 做一個很兇獅子的表情 這裡有大象 大象 大象在那邊 你到底是什麼那麼大象 整個動物園 就像是親子戶外教室 但爸爸媽媽不用煩惱教材 因為旁邊就有導覽告示 讓家長立刻變成動物達人 念念看這要怎麼念 豬如河馬 我們看看豬如河馬是吃什麼的好不好 河馬 有這個是什麼 草 還有水果 還有水果 在一問一答中 還能增進親子關係 小朋友很喜歡動物 然後如果他去親近動物的話 他會很開心 而且他可以真實的去認識到動物 有動也有勁 文物線轉成淡水新一線 到台北最美的捷運站 大岸森林公園站 看景觀瀑布清涼一下 往前600公尺 下一站到市立圖館 來場知識歷嫌 這裡嗎 這裡 是這裡20 小朋友在書館的世界裡探索 你會很驚訝 剛才玩瘋了的孩子在這裡 不用爸媽三催四寢 他們會自己拿起書本 靜靜的閱讀 阿拉丁成本 對 這個就是阿拉丁了 你可以看這題目 安靜的氛圍還有舒服的冷氣 小朋友也可以帶著暑假作業 把看過的書 甚至剛才到動物園玩的心得 統統寫下來 等開學後和老師同學分享 一群小朋友一起閱讀的那種感覺 我覺得那種同儕 一起做一件事情的那種感覺 對小孩子來說 他也可以養成 就是人與人之間的一種互動 傍晚沒那麼熱了 走到對面的大岸森林公園 讓小朋友再瘋一下 我要玩 我要玩 小孩子可以消耗體力 晚上應該會比較好睡覺 對 然後像我們大人 就是放小孩子走 然後都在安全的範圍內 所以我就覺得還滿輕鬆的 這邊就離市區都很近 然後坐捷運都可以到 對 然後小朋友丟著他們 自己都可以玩 玩累了 公園內的生態池休息一會兒吧 那是台北市區內最棒的賞鳥地點 班子夕陽跟候鳥們說 我們下次見 夏日輕輕走 帶你到動物園和大象獅子打招呼 到最美的捷運站 看景觀瀑布清涼下 市立圖書館在書本裡探險 大岸森林公園盡情玩耍嗨一下 捷運就到了方便 有動有勁的行程